哈喽大家好,我是讲故事的八代 今天接着跟大家聊三岛游记夫的长篇小说春雪 咱们正是进入到了第四集 上集咱们讲到了就是 聪子在一个园游会的晚上 跟清显说了一段莫名其妙的话 聪子觉得说 您还是个孩子,还是个孩子啊 青少爷,怎么还像个婴儿一样 这么幼稚呢 这样,我要是教教您就好了 然后这段话呢 深深的刺痛了清显敏感而脆弱的小心灵 小心灵 清显觉得哇,你怎么这么讲话 因为咱们提醒大家一下 清显现在是一个大概十八九岁的这么一个青年 而聪子是二十一岁 聪子确实是比清显大几岁的 这个就是一是女孩成熟早 再加上大几岁 那显然她的心理年龄 就是肯定要远远大于清显 就是她的为人处事成熟度 对感情观的理解 就是远远超过清显的 清显还像个小孩子一样 就要逞强 要装出一副男子汉的威风 但他并没有啊 他如果真的有也行 那你没有你要硬装 你就非常非常非常矛盾嘛 就是感觉显得心率憔悴啊 就是这个样子 那清显怒不可遏啊 清显现在怒不可遏的一个一个状态 他被聪子这么一说 清显呢 后来呃问了哎 想明白到底怎么回事 他问了自己家的学扑范早啊 他就问了啊 你有没有听说过什么这样的事啊 你到底这个跟聪子有关的 他到底是怎么了 为什么这么说我啊 然后这里面范早呢 他也是就是嘴不言呢 范早就把这话跟清显说了 范早说哎呀 我不是有个那个相好叫美谜吗 就是那个是聪子家的一个仆人啊 女仆 那么美谜就听 听到了一个消息啊 听到了聪子和侯爵 也就是清显的父亲的一个谈话 聪子是这么说的啊 就在园游会上 就是那个就是趁着没人的时候 聪子就问侯爵说 哎这个清显跟我说呀 他去过什么花节柳巷 啊这种成人场所 还还玩的挺开心的 您就是这么教育清显的吗 啊就是聪子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 那侯爵呢 侯爵就是说 哇清显这么跟你说的吗 好这小子又在说假话了啊 侯爵就把自己儿子这个谎言给戳穿了 侯爵说 我确实是想带带他去花节柳巷 但是谁知道这小子不同意啊 这小子并不想去 然后给我否决了回绝了回来啊 然后聪子这就心里明白了 哦原来就清显之前不是给他写过一封措辞严厉的信吗 那封信里面清显就把自己描述成一个 十恶不赦的男人各种逛花节柳巷这个意思啊 就感觉自己是很成熟了啊 但完全不是啊 聪子心里明白了啊 清显就是一个嘴声很硬 但是就是其他那个行为都就是还是一个小男孩的一个一个状态啊 聪子就明白了 所以呢 聪子那天晚上在跟园游会的时候 在跟清显聊的时候 就是就不由的发出这样的感叹啊 聪子其实是没把清显当成外人 他就是确实也觉得清显 哎呀 就是有点长不大 有点可叹 但是这么说呢 聪子并没有说厌恶或者瞧不起清显啊 他他内心里仍然是喜欢清显的 只不过就是他他就爱发牢骚嘛 就对不对 爱发牢骚嘛 就是然后把这牢骚发出来了 然后清显也没在当场就问他呀 关心他怎么样 然后清显也就是闷闷不乐啊 就生气回头就没想 然后清显呢 从他的学部范早 嘴里听到了这段消息之后 本来那个美迷是告诉范早说 不要把秘密这个对话传出去 但范早就是那还是传给了清显 就是说这里面中间涉及到一个传话的人 就是一个范早 我觉得他真是坏事包 就是你这么这么理解 虽然就是说 毕竟这个根本上的坏 还是清显干出的嘛 因为谁让清显 假模假事不真诚 然后写了那么一封有欺骗性的信 但其实这里面范早说 你就是还范早也不成熟吧 如果是一个成熟的大人 可能就把这事瞒过去了 就不告诉清显 聪子到底跟侯爵发生了什么样的对话 对不对 范早也没想那么多 范早这个人 因为咱们之前讲了 范早也是属于那种很出线条的 很阳刚的那种男性形象 就是不是很温柔 不是很细腻 所以范早也没想那么多 范早就一股脑子把话都说出来了 那这个事对清显的打击是非常非常大的 清显把这件事的起因 归结到 聪子对他的这个揭露上 但是他忘了这个事根本上还是源于他那封荒唐的欺骗生的信 都来源于他那一纸谎言 清显本一切都归罪于聪子的背信其意 是他伤害了身处青少年的艰难转折期的一个男孩最重要的自尊 这个说的就是确实有道理 就是青少期的男孩确实是需要自尊的 但你男孩也不能骗人呢 对不对 这个男孩首先装模作样 这个是告诉我们什么 就是你越装逼的人 他越容易被人伤害自尊 就是莫装逼 装逼一定挨雷劈 就这么简单一个道理 清显的心灵是什么样子呢 就是他犹如昔日宫女们的那种华丽的衣裳 大红里透着褶黄 竹青里溶进了紫红 各种颜色恍惚不定 就形成清显的心灵 很缥缈 很混乱 很杂舞这种感觉 那光是站在 就是我们站在侯爵的角度来讲 侯爵作为一个父亲 光是猜度和揣摩儿子的心思 就弄得侯爵疲惫不堪了 就侯爵也是个粗人嘛 乡下来的武士阶级出身的 所以他也不擅长揣摩儿子的心事啊 那清显呢 对任何事情都毫不关心 态度冷漠沉默不语 只是看着他俊逸的面旁就觉得劳累 侯爵回忆起自己的少年时代 处处都是细流涓涓 清澈见底 像小河的糖水一样清澈 就是别人一眼就能看透他 从来不记得有什么暧昧不明的时候 但他的儿子清闲 表面上微薄荡漾 什么事都不跟别人说 但是水底下却掩藏着不安和烦恼啊 就是他的儿子跟他是完全不是一样的 不是一样的性格啊 不是一样的性格 这个所以说清显在这里你看 他又没办法跟他的学部范早讲这些事 同时他认为过度的亲密会破坏友谊 所以他不能跟本多讲这些事 他更不可能跟他已经憎恨的聪子 由爱生恨的聪子讲这些事 也没办法跟父母讲 所以说清闲这个现在是一个非常孤独的一个处境 就是被伤害了之后 他没有人去诉说他内心的痛苦 回家咱们小时候 其实那些有安全感有爱的孩子 比如说在外面被人校园霸凌了 欺负之后 往往他会懂得回到家里跟家长说这些事 他能说家长这里找到安慰 说家长不一定能帮他报仇怎么样 但至少诉苦就本身是一个能缓解焦虑 缓解就是内心孤独和冷 那个冷漠的这么一个事 但清闲是没人诉苦的 这个这事我是有同感 我小时候也没人诉苦 我也没人诉苦 所以我养成了一种 就什么事喜欢 就是自我反思的一个喜欢 我都会想一想 这个事我到底做的对不对 同时我也反思别人 我说他做的对不对 他应该怎么做的更好 我应该怎么做更好 小时候从来没有讲过什么 就是说那个同学的八卦什么的 就不跟人说 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在默默的心里想 还好我就是小时候 就是那个这种 这种思考没给我带来 走向很阴暗面的东西 没让我变成一个 什么那个优柔寡断的 也是一个人 我现在锻炼的还是挺 挺那个开朗的 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可能是一种盲目的自信 清闲这些事里缺少了一种自信 因为他确实没有 走过那个青春期 就是青春期的人 虽然你内心是很焦虑 很孤独很苦恼的 但是比如说 这些思考虽然会给你很大的压力 但是一旦你走过这段时期 你曾经那些带给你苦恼的思考 会让你变得 我觉得会更深刻 会更聪明一点 我就是讲 其实青春期的人 你如果你缺乏思考 当然你会很快乐的过去 但是你在成人之后 你可能洞察世事 不会这么深 我是这么浅薄的理解 但是就是你后继勃发 当初你被伤害的很深 但一旦你挺了过来 你挺了过来 你就会变得非常非常厉害 非常非常强大 青春他挺背挺过来 大家接着往下看 接着往下看 然后呢 这边青春呢 就坚决就是拒绝冲子的进一步的往来 青春已经被伤害了 然后冲子呢 就是总是托他的那个老女仆 辽柯来传话 然后送信什么的 冲子也给青春写信 然后青春呢 他做出什么就是很非礼的举动 他直接把信看都不看 丢火里烧了 丢火里烧了 你看啊 这跟他之前要求冲子的 是一样的 就他之前给冲子发了一封 措辞严厉的信 然后后来又想邀请冲子 陪着那个王子去看戏 陷露王子去看戏 所以是他告诉辽柯说 你接到我的信呢 要把他投到火里烧了 就是不希望冲子看到他的信 所以他其实是本质上什么 就是逃避主义嘛 就是鸵鸟政策 说我看不见就等于我没写 那现在也是如此 冲子送来信 大家都能猜得到 虽然他三岛就是直接写 把信烧了 没有人看 但是大家能猜得到 聪子肯定是想向青子来示好 甚至道歉 这个意味 但清显看都不看 直接就把信烧了 因为清显就不敢面对这个事 其实一个成年的人的态度 应该是要解决问题嘛 对不对 我和聪子之间 现在我们的关系 发生了一些矛盾 发生了一些问题 那我们要解决 解决的第一步是什么 沟通嘛 对不对 你要有来有回 两个人送信也好 不当面说也好 但是你要有保持沟通的渠道 但清显为了他直接快刀斩断麻 为了不让自己苦恼 他直接把信给烧了 因为他觉得处理问题 让自己觉得无从下手 让自己觉得就是说 我很弱小 我是被伤害的人 所以他不敢处理问题 就是一个高自尊 但是又不是说高自尊吧 就有很强的自尊心 但是他往往是低自尊的这样的一个人 就是他想要很强的自尊心 但是他自己不够强大 所以他是 其实这样的人并不是高自尊 他反而是用自卑的一个体现 自卑的一种体现 那这样的人 他就没有解决问题 这个动力和欲望和能力 直接把信烧了 就是他逃避政策 那就打破了这个两个人沟通的这个桥梁 那同时呢 聪子在一边 了科老女仆发现 聪子显然也变得更沉默了 时常一个人在想心事 一方面呢 聪子像流水一般 对于父母老老实实言听计从 不再像以前那样闹别扭了 他总是淡然一笑 全部接受 这种百般 百一百顺的帷幕背后 隐藏着聪子 进来如阴天般的 对一切都漠不关心的冷淡心理 注意 是对一切都漠不关心 这里面当然也包括清闲 当然也包括清闲 因为这个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呢 伯爵家里 继续在给聪子物色的对象 物色的夫婿 那这个就来了一个很牛逼的一个人 就是当初前几天在园游会上 也参加侯爵家园游会 有一个皇族的亲戚 皇族的一个亲戚 王子 这个王子 不能说这个王子吧 应该说这个王子的父母 看上了聪子 同时这个王子 那显然也不能违抗父母的命令 那聪子长得也挺漂亮 王子也没什么好违抗 就跟这个伯爵一家来提亲来了 那以前提亲的人呢 可能就等级身份都不够 那么伯爵和侯爵 他俩共同目的是想 侯爵呢 有钱有势 侯爵呢 但是为了感激伯爵 对自己儿子的优雅的培养 小时候是把清闲送到伯爵家 去接受优雅的教育 对不对 所以侯爵想帮衬着伯爵一把 侯爵呢 想通过这种跟皇族的联姻 让伯爵的地位身份 再次起来 跃居到一个高位 他想这么帮着伯爵一把 所以侯爵也极力的撮合 这个皇族王子 和这个聪子的这个门婚事 那这个这股力量 几方都合力之下 就似乎是不可逆的了 所以聪子你看 聪子从来也没有跟这个家里人 提到过他要跟清闲在一起 清闲更没有说 这是一个巨大的悲剧 在咱们当今女性主义角度来说 你作为一个女性 你应该主动的争取自己的权益 你不能就是逆来失授 就是人家给你安排 这个叫什么包办婚姻 你就包办了 对不对 同时呢 另一边 另一边就是 咱们之前不提到两个国外的 来自泰国的这个先罗王子 来跟清闲 来日本留学 也跟清闲玩 这个王子就是 他们两个的故事 跟这本书春学的主线不相关 但是我倒是觉得 他们两个故事 一直穿插在这个 清闲和聪子的故事之间 就是偶尔提出来一笔 好像我觉得有点 对照和隐喻的作用 我说不出来到底是什么用作用 比如说 这个时候两个王子 跟清闲就聊天 一个王子就跟这个清闲说 就是你看 我手上戴着这个 绿宝石的这个戒指 戒指 就象征着 我在老家的那个女朋友 叫做月光公主 我看到这个戒指 就想到了月光公主 月光公主 虽然我来日本 这个以后 他已经两个月 没有给我来信了 但是 我仍然爱着他 想着他 就是这样的感觉 所以你看 这个泰国王子 就非常热情 对不对 非常主动大方的 讲出了自己的一段情史 然后自己跟月光公主 两个月没有通信 但是就是 我会非常想念他 这两个月 他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为什么不给我来信 大大方方讲这些事 就跟清闲形成了 一种签名的对比 清闲不可能跟本多 诉说这些苦恼的 不可能说这些苦恼 同时呢 这个泰国的王子 就说出了一种理论 他说 正是因为啊 这两个多月 就我跟这个月光公主 没有在一起 反而 我更爱他了 他说什么 一种道理呢 就是你看啊 如果两个人在一起啊 两个人就是 彼此面对面 每天见面 我爱的 只能是眼前的 这个实体 这个人啊 但是呢 当我们远离了 就隔海相望 这么这么长距离 不见面之后 我爱的 我心里仍然没有忘记他啊 我仍然没有变心 所以我仍然保持着 对这个人实体的 肉欲身的爱 同时呢 我又多了一种 对这个人 这种存在的 精神般的恋爱 因为这个人 并没有跟我在一起 所以我会在脑海中 虚幻出 想象出一个 这个人的一个形式来 就我脑海中存在的 这个人的一种 抽象般的 灵魂般的存在 我也爱上了 这个灵魂啊 我我 所以同时呢 我也没有忘记 远在泰国的 那个肉体 所以我的爱 double了 double了 变成了双倍 天哪 这个理论多么神奇 所以远距离啊 让我更爱他了 我爱他多了一倍 你这个仙乐王子 提出这么一个 很深刻的观念 很深刻的观念啊 这个观念就很有意思了 那清显呢 其实清显 其实我认为 他更进一步的 就是把这个 这种观念 他没有说啊 清显不擅长跟人 沟通这种价值观 上面的事 但是我认为清显的 他的呃 行为 处处体现出了一种 那我更进一步 我跟这个人 根本就不要发生爱 那我岂不是就 最爱他 对不对 就是清显你看 追求的是什么 你看 泰国王子 泰国王子 把一种实体的 肉欲的爱 抽象为了一种 对个人的 对个人的 灵魂的精神的爱 但清显呢 把这种抽象 更进一步上升为了 对一种纯粹的 叫做感情的 这种虚无缥缈的 存在的爱 他爱的 就更不是一个人了 不是一个人 而是这种 唯一的 不可磨灭的 也没有源流 不知归去的 这种抽象的 感情的存在 他爱的是自己 投身于那种 那种感情 我们想一想 我们想一想 就是 我们好多人的 初恋 你是否真的是 非他不娶 非他不嫁呢 对不对 不一定 对不对 你有可能后来分手了 或者是你们 后来发现根本不合适 有可能当初就是 都就是 就是不机缘巧合在一起了 但是你当初那份感情 是纯真的 对不对 你对他的爱 对他的喜欢 你那初恋那种感情 是纯真的 是非常非常宝贵的 很可能这个人 是个渣男渣女 对不对 这个人不值得你爱 但你为什么 仍然会记得那段初恋呢 对不对 因为你 你怀念的是那份感情 怀念的不是他 怀念的是自己 在投进那个感情里 自己那种炙烈 那种 那种 对吧 你怀念的是 那种激动的感情 而清显 清显这一辈子 他追求的就是那样一种感觉 所以他要永远保持那种 对初恋般感情的追求 他就 有一种潜意识里 有一种什么倾向 我就永远不要跟他在一起 我才能永远保持 内心对初恋般感情的那种渴望 他追求的是这个 他要人为的设置一种感情 永远的吊着自己 这种感情是他人生活着的目的 因为我们很多人 恋爱 其实一方面是肉欲 一方面也是为了就是成家立业 结婚生子 对不对 我们有 我们有人生有各种各样的目的 对不对 我们想环游世界什么 这是我们的目的 我们想要孩子 我们想赚钱 我们想什么升官发财 这是我们的目的 那清显的人生目的是什么 他没有刚才咱们那些 所说的各种 什么物质世界的这些目的 他的人生目的已经决定了 他就说 我就要把我的人生的 所有的全部的精神 我们一直投入到那种对虚无缥缈的感情 最终中来 但是人世间虚无缥缈的感情很少 对不对 我们很少有那种虚无缥缈的感情 这种虚无缥缈感情 基本对一般人来说是没有的 我们投入的往往是实体的感情 只有这个 不管是一个人 我爱的这个人 他给我带来具体的感情 还是我爱一个手办 爱一个艺术作品 对不对 爱一种文学 对不对 爱某种天气 对不对 这些其实都是具体带来的给我们的感情 但清显追求的就是那种 我永远跟他发生不了直接的关系 但却能 他却能永远的勾着我 这么一种虚无的感情 所以这个其实底层 也是清显的这种感情观的底色 决定了就是 他跟空子交往的时候 他要采取逃避的态度 他逃避 一方面是维护他自尊 但我认为 更深层次的 他在潜意识里 是想满足自己对那种 虚幻的爱 是在这么一种感觉 他逃避现实的爱 他逃避现实的爱 是这么的感觉 清显呢 作为一个 想象力很丰富的人 他会立即住其想象的城堡 并把自己封闭于其中 关紧所有的门窗 清显就是这样的人 但一个想象力贫乏的人 就是想象力贫乏的人 就像范藻那样事的人 他就是不会心思那么活络 想那么多 往往会直接从现实的事项中 获取自己判断的食量 就是说你现实给了我什么条件 那我就下判断 做选择题 对不对 但清显不会 他清显不做选择 他直接逃避了 把自己关起来 清显就是这么一个人 清显把范藻当做自己的心腹 使他对自己的压力 丝毫不起作用的时候 亦或清显就已经从精神上 向今天的离别迈进了一步 就是说清显 他把范藻当成了自己的心腹 就像那个你看清显跟范藻 有过很长的对话之后 对不对 然后范藻跟他讲了这些秘密 清显就跟范藻走得近了 但这种走得近 就像清显之前所担忧的那样 就像他担忧他跟本多的关系 不能走得近一样 当这种仆人 当范藻本来是要一个又是一个学仆 又是一个自己在学习上的一个 一个好榜样的好哥哥的时候 对他起不到压力 对清显没有什么促进作用的时候 清显就在精神上 就跟范藻已经相别离了 就是这种是很很很诡异的一个事情 你跟他走得近 反而你们就要分别 就是这么感觉 就是就是这样有感觉 就像就像你你职场里 这种剩下级关系一样 如果你的畜生好哥们了 其实你你你上级很难管理下级嘛 就是这个样子 对吧 你处得处得太好了 你们两个工作上反而会不太顺利 就是这样 你没办法就是按照 这个工作上的一些流程来来来解决问题 现在清显和范藻 其实就是这么这么一个关系 所以 这个这个主仆之间 就是 本来不应该有这种 就是感情上的这种亲密啊 那之前呢 范藻不是 呃 跟清显告了这个这个美谜和这个葱子的秘啊 说出了葱子的秘密之后 那个侯爵突然就是跟清显说 哎 我准备要范藻辞退了啊 让我辞退了 因为什么呢 我发现范藻啊 跟这个女仆美谜啊 就是有有私通啊 那按理说 侯爵说了一句话 很有意思 这事放在过去啊 可是要杀头的 好久还按照老一代传统的观念 说这个事啊 但是他当然现在不可能杀头了 但是他一定要把范藻逐出家门 但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 就是说 呃 三早一句话更没有讲 侯爵是怎么知道范藻和美谜的这个私通的啊 到底是他自己发现的 那还是说 呃 廖科告的秘吗 对不对 因为廖科其实他知道这个事吧 他很可能比如说 我个自己猜啊 有可能是廖科告的秘 因为廖科其实这个人是个很大野心的一个人啊 他其实希望呃 联络 聪子和清显的只有他自己 不应并不希望范藻 呃 在从中从中插手啊 同时呢 之前廖科负责来给清显送信的时候 都是范藻去那个出门 就是回绝那个廖科 廖科很有可能记恨在心 所以他把这个事告诉侯爵 我觉得是 很很很顺理成章的 一个一个一个事啊 也是这样一个事 那现在呢 清显就 他的仆人就已经那个 辞退了啊 然后那个清显 就是现在 现在现在的清显 这个十九岁的少年 没有了烦恼和忧愁啊 他身边这一切 鼓零零的 就像自己光杆次令了啊 他从所有的不安中解脱出来 感到自己是个冷酷的万能的人 其实也是假的嘛 他怎么有那么冷酷呢 他内心仍然是有小九九 内心仍然有各种各样的欲望 对不对 一桩事明明白白的了结了 范藻走后 他从敞开的窗户里 眺望着绿叶脆壁的红叶山 映在湖水中的美丽的倒影 这个时候 他看到了窗外有一只虫子啊 叫玉虫 可能一种甲壳虫 这段对玉虫的描写 其实很有意思啊 玉虫以这种光明绚丽的姿态 一点点的像清显靠近 玉虫因为甲壳嘛 它壳是硬的 所以它能反光闪烁的一些光芒 所以看着是光明绚丽啊 这毫无意义的爬动 似乎在向它垂训 时光在每一瞬间 都无情地改换着现实的局面 它应该如何使自己 每时每刻都活得光辉灿烂呢 它自己身上的感情的铠甲 怎么样呢 是否像这种甲壳虫的铠甲 散射着自然美丽的光彩 并且具有抵御外界 一切侵害的顽强力量呢 此刻清显深深体味道 周围茂密的树木 蓝天云彩 楼台电格 所有的一切 都在为这条玉虫而奉献自己 而今 玉虫就是世界的中心 地球的核心 清显 看着这个玉虫 闪着光彩的甲壳 陷入了这么一种幻觉当中 它觉得这个玉虫就是世界的核心 因为它把玉虫比喻成自己 玉虫的那个光彩的甲壳 就像自己那种感情上的外壳一样 不跟任何人亲近 不对任何人表达爱 这种外壳 就是也是能如此绚丽吗 其实这是假的 对不对 其实这是一种 他青春期男孩 盲目的 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么一种表示 这是假的吗 你那感情的外壳 只会让人觉得 你是个冷冰冰的人 只会让你让人觉得 你是一个不懂人情世故 就是情感很低的一个人 根本谈不上什么绚丽 但清显 但这一切在清显自己看来 他觉得很绚丽 我把自己包装得很坚硬 很坚固 哇 我拒人于千里之爱 我好懂 我好厉害 清显这么看自己的 他完全没有意识到 应该如何变成一个成年人 一个成年人应该懂得 什么时候展开自己的外壳 什么时候应该散发光彩 但是这个光彩 应该是自己由内而外散发的 而不是由外壳散发的 你要自己学会真本事 你真的有什么能力 对不对 你内心里 你内在本质才会散发光彩 而不是所谓 你包装出来的一个外壳 那个完全不是这样的 完全不是这样的 然后呢 侯爵在这个 在饭上 那个晚饭上 就跟清显聊天 就无意间就告诉清显 说这个皇家的那个 就是 叫做 就是指令吧 指令 就是因为 对方是那个 动院宫的一个王子 王子想 想娶一个 女孩的时候 要得到皇家的允许 所以他 在跟那个伯爵提亲之后 伯爵这边同意了 然后聪子呢 也逆来顺受的 那个啥了 因为聪子现在对一切都保持冷淡 他就对人生绝望了 因为清显不回他 他现在也不跟他见面 从此觉得你这么远离我 那算了 我也啥也不在意了 我就听从府的安排得了 所以提亲也成功了 所以那最后一步 就是要得到皇家这边的允许 然后那个 冬院宫的王子 冬院宫可能就是 哪个那个日本 那个皇亲国戚的 他们所谓所在的宫殿的名字 就是这么理解就行 这个王子 然后向皇家申请 然后那个通过了 侯爵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清显 然后说其实那个之前 之前侯爵也有问过清显 侯爵其实 虽然侯爵并不是一个 很能体察到孩子感受的一个人 但是侯爵之前 因为侯爵毕竟也知道 清显和聪子两个孩子 清明如马这么多年 对不对 他之前在王子向伯爵提亲的时候 他问过清显 确确实实的问过说 那边有人要向聪子提亲 你有没有什么看法 你要有不同意见 你可以说出来 就意识的是说 你要不同意 你想给娶聪子 你就说 虽然我不一定会同意 但是你得说 但是清显什么都没有说 什么都没有说 对于他那时候 正处于就是被伤害的 幼小心灵赌气当中 那现在呢 侯爵又说 现在更进一步了 皇家的指令下来了 就是说这个事 没人敢毁婚了 就平民百姓人家 你可能比如说 订婚之后 你还可以毁婚 现在不行了 皇家现在指令下来了 你要想毁婚 你可能是被关监狱了 你这个这是命令 国家命令 你不能戏耍皇家的那个命令 你这是不可以的 所以那这个时候 那你就请清显去那个 你代表咱们家 你去伯爵家给人拜合拜合 送点礼什么的 然后清显也不去 反正清显说 我跟聪子 就是有什么不共在天之仇 我讨厌聪子 表现是这么有一种 很幼稚的一种态度 而清显现在状态呢 就是他知道自己已经 完全丧失了聪子 这很好 他态度想去很好 满腔的愤怒呢 也镇定下来 感情的到良好的节约 犹如一只为光明和热烈 而点燃的蜡烛 身子画着蜡叶而消融 一旦被风吹灭 翘立于黑暗之中 已经没有自身被消失的恐怖了 就是这个蜡烛 他们已经把自己全都那个吹灭了 那就自身就没有被消失的恐怖 这个这个比喻我觉得太好了 清显熄灭了自己感情的火光 所以也就不再怕别人对他的任何伤害了 他自己首先把自己熄灭了 而每个人其实内心里都是一团火的 一团炙烈的欲望的火 清显自己先把这团欲望的火掐灭了 这样就不怕别人来伤害他 就是这种逃避主义的政策 清显懂了 孤独原是一种休息 就像一个处在康复期的病号 小心翼翼试着回到正常生活一样 清显呢 为了考验自己 是否还会为聪子心动 特意沉浸在对聪子的回忆里 清显就考验自己 看他能不能接受这种考验 他拿出影集观赏往昔的照片 有一张站在林苍家怀树下拍的 幼年时期的旧照 林苍就是聪子的那个伯爵的 这个一家姓啊 他家姓那个林苍啊 有一张站在林苍家怀树下拍的 幼年时期的旧照 他和聪子两个人 胸前都戴着雪白的围兜 他看到他开始回忆照片了啊 回忆照片了啊 他觉得自己已经坚不可摧了 内心的感情已经被被吹灭了啊 坚不可摧了 所以他那什么 然后他正常的去上学 正常上学和本多走在操场上 这个时候他看到操场上 运动场上还在练习打橄榄球的人啊 腾起真正的喊声 清显怎么想呢 清显对这种运动啊 他同样是排斥的 清显讨厌 从那年轻的喉咙里发出的理想主义的呼叫 那其实不过是一些粗暴友情的表达 新型的人道主义 无休止的玩笑和俏皮话 以及对于天才的罗丹 和完美的赛上 没完没了的理赞 清显觉得这些都 这个这个 没有没有意义啊 你看清显 对于所谓的艺术啊 肉体啊 运动都不感兴趣 那只是对应古典剑道练习场上叫喊的新型体育场上的叫喊 就是叫喊嘛 他们都把归归于叫喊 粗俗的叫喊啊 清显这么看的 他们的喉咙一直在冲血 青春里散放着青铜叶子的气息 戴着一顶无形的唯我独尊的高帽子 清显是觉得他们在运动场上的人是一种这种唯我独尊的高帽子 其实清显这里恰恰是一种什么观点呢 他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 因为我们其实很多运动人 我们其实不是唯我独尊 我们就是为了获得快乐嘛 运动让人开心 对不对 跟什么唯我独尊完全没有关系 但清显因为他自己本身 他是一个唯我独尊的人 清显本身就是一种莫名的自信 莫名的自大 这种自大让他其实又骨子里很自卑很脆弱 所以他觉得别人 你们在表现自己 你们就是一种唯我独尊 其实真正唯我独尊是清显 但这段描写其实也跟下一本书 三岛的下一本书奔马有一定的联系 因为下一本书的主人公 其实就是这么一个热爱运动的一个人 大家先剧透一下 再次回到清显 清显认为 对自己来说只有一种真实 那就是单单为着既无方向 又无归结的感情而活着 如果说这样的生存方式终于把它引入欢喜的黑暗的漩涡 那么最后只得葬身于这深渊之中了 就是你看这个清显 就是这句话 点破了清显的人生的宗旨 为既无方向又无归结的感情 这种感情不是真实的感情 就算这种感情会把它引入一种黑暗的漩涡 但现在漩涡是让他欢喜的 所以他愿意葬身其中 那后来清显在琢磨过来这一切之后 你看清显当听到皇家的玉址下来了 就是那个王子一定要娶聪子之后 清显这个时候很有想起一个什么事 注意非常非常值得深思 优雅即是犯禁 而且犯了至高的禁律 之前咱们不是讲 侯爵把清显小时候送到伯爵家 想学习所谓的日本传统文化的优雅吗 但是清显学到了吗 没学到 清显认为的优雅是什么 优雅就是犯禁 就是冲破禁忌这种感情 因为之前咱们在第一集里讲到了 清显小时候给那个皇族的一个妃子 捧着裙子在参加典礼仪式的时候 清显就对那个妃子产生了一种很深的爱 对不对 但是他当一时候他不知道自己的爱 他那天只有十二三岁 但是那种感情是基于什么 基于他永远不可能娶到这个妃子 是一种绝望的 即是犯禁的这种欲望 他内心里是想冲破这种 我和一个皇族华妃 华妃的这个妃子之间的这个界限的 但是这时候是绝望的 所以他世界上最大的禁忌 那现在另一个世界上最大禁忌来到了自己面前 就是皇家所下的这个指令 说皇族要和冲子结婚 这是一个牢不可破的一个皇族的一个御令 但从但那个清显清显想到了哇这是一个至高的禁律 但是优雅不就是要犯禁吗 清显决定了 我就要优雅 我就要犯禁 所以他这个观念交给他久久的被禁锢着的真实的肉感 让他重新想到了我对冲子的那份感情 而我如果我能再次捡起来 我在跟冲子有这种感情 就是真真切切的感情 这个感情并不是为了我 我要什么刚才怎么讲的世俗意义上的结婚生子 或者怎么样 并不是为了主权家庭 而是说这种感情能带给他犯禁的这种刺激 细想 他的飘忽不定的肉感 肉感就是这个肉感 他跟冲子的肉感肉体之间的爱又回来了 毫无疑问一直在暗暗寻求这种观念的强烈的支持 就是他不像咱们 咱们比如说咱们释放肉欲 释放性欲 就直接去释放 对不对 但是清显不是这样的 清显要给他的肉欲性欲 找到一个抽象的理由 而这个抽象理由现在来了 就是优雅的犯禁 所以他一直暗暗的寻求这种观念的强烈的支持 为了找到真正符合他自己的作用 他是费了多大的力气啊 这个作用力现在来了 就是这个犯禁 他就皇家的指令 其实恰恰刺激了清显 清显现在坚定了自己的心意 现在我正爱着聪子 清显就是这么一个坚定了 大家这个是不是感觉 探机生物怎么能写出这样的故事来 怎么能有这样的内心戏 就是你本来可以和聪子自由的交往的时候 你不珍惜 现在皇家的命令来了 然后你却要冒着敦监狱的这种风险 你去犯禁 你去 你这个人脑子怎么想的 对不对 对不对 正常人很难理解清显的一个脑回路 对不对 其实想一想 很多事情也确实是这样 就是禁忌的东西 它本身就带有一种神秘的吸引力 咱们其实很多人 包括我自己 我自己 因为我是一个业余 也会写段子的人 有时候 有时候我会特意写一些 跟死亡 跟殡仪馆 跟性有关的段子 就是我甚至会把那个 性和死亡放在一起 把它们融入到一个段子当中 其实就是突破禁忌 就是中国人就是 就是两大禁忌 我想一起突破 就是我们 其实很多人 普通人也有跟清显 这种一样的观念 只不过他做的 咱们没有做的这么决绝 我们没有他的那么大的勇气 没有他那么鲁莽的 青春期的这种冲劲 但其实清显这个做法 就是在我看来 我现在是完全能理解他的 他就是说 这个小孩子可能从小 也受到浇灌 也没有说什么阻碍 他就是说 我就要这么做 我就要为了我自己的感情 而且这个感情 打引号的感情 还是是是那种 就是抽象的感情 是这种虚空的感情 我就要为这种抽象虚空的感情 而不顾一切 咱们不顾一切 往往是比如说 利益熏心 他无腐败 或者是这个 为了感情不顾一切 为了现实中的某个 某个人 某个爱人不顾一切 但清显是为了这种 虚幻的东西不顾一切 这就是三导笔下 这个人物的魅力 真的写的 写的太好了 我觉得我太喜欢这种 就是说对人的心理的深层的 这种刻画了 真的太牛逼了 那下面 清显他发觉他爱着虫子之后 他又该怎么做 咱们下期就聊 大家 感谢大家的收看 欢迎大家留言评论 我是讲故事的八代 欢迎大家一起来 细读 深读 三导游的衣服的作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